探索科学新知体验生活科学 今天的发现科学专题要带你认识 空气污染可能会对昆虫造成的回击 根据英国研究小组刊登在环境污染期刊上的一份研究就发现 过量的地面臭氧像是工业及汽机车废弃等产生的污染物 不只会对人体的健康产生危害 还可能会影响到昆虫的行为及生存 像是果蝇就可能会因此没有求有行为 还有蜜蜂可能会因为气味被破坏 找不到花朵在哪里无法采蜜 而这些昆虫行为的改变会产生后续的一连串的连锁反应 专题报道带你关心 阳光终于露脸的冬日暖阳 就连蜜蜂们也把握到花园里采采花蜜勤做工 不过其实蜜蜂要如何从远方判断要采的花蜜 花朵在哪里其实主要得靠气味 嗅觉是比较长距离的 那如果长距离的话就要看说它这个距离 这个花的味道在这个距离上面的浓度梯度的变化 那如果这个味道在很远的地方 那它也对这个味道很敏感 所以它的浓度很低 那它就可以循着这个浓度梯度 因为越远的地方浓度比较低 那越近的地方浓度比较高 它就可以追寻了这个浓度 越来越高越来越高 然后它到最后就可以去找到这个花 花朵散发的气味分子 在空气中形成的气味区域称为气味雨 像是蜜蜂等昆虫也都是借此 从好几公尺外的远方就能判断出花朵位置 随着不同种类的花 气味浓淡也有所不同 不过根据英国研究小组刊登在环境污染 期刊中的研究发现 如果空气中出现大量的地面臭氧 就会影响气味雨的大小 影响气味 导致蜜蜂或昆虫找不到花朵位置 而且影响力还可能高达九成 研究它是在提出一个警告说 如果我们持续有一些这些 这些气体的污染的话 那可能这个严重度就会 比较影响到蜜蜂 那影响到蜜蜂采蜜 那影响蜜蜂采蜜的这件事情 就影响到未来可能 瘦粉上面的问题 那就会在年代的一个 chain reaction导致于 农业生产上会出问题 研究当中的污染物地面臭氧 其实就是在大气层中 保护我们免于紫外线威胁的臭氧 只是在地面则主要是工业废弃 经过光化学反应之后所形成的 不只对人体健康产生危害 更会影响昆虫等生物的行为和生存 臭氧主要产生的原因 就是因为我们的工厂或是汽车 所排放出来这些废弃 那这些废弃里面可能有一些 就是氮氧化物 一氧化氮二氧化碳 二氧化氮或是一氧化碳 然后还有一些有机物 那这些在阳光还有温度的这个 反应之下 就会跟空气中的这个氧气结合 然后产生臭氧 地球上大约有75%的粮食作物 还有将近90%的开花植物 都得依靠昆虫等生物完成授粉 因此当空气气味被污染物破坏或改变 也就会冲击到农业生产 而且地面臭氧会影响到 不止刚刚说的蜜蜂 还有像是果蝇 也可能受害 因为这些肺若萌的分泌都可能跟它环境当中的这个 化学物质做反应 那你这些臭氧可能会导致这些肺若萌被氧化 然后最后让这些重要的成分被分解掉 那这时候公果蝇身上就没有它应该所要表现出来的味道的时候 母果蝇就会比较不喜欢它 画面中公果蝇绕着母果蝇打转 拍翅膀甚至唱歌就是果蝇的求偶行为 但这样的行为主要得靠气味来判断 藉由费洛蒙判断是不是正确的求偶对象 但当环境因为地面抽氧过量 让气味产生改变 就可能让这样的求偶行为不再出现 进而影响果蝇的繁衍和生存 空气污染对人类会造成直接的侵害 那可以想象的对动物一定也有相同的效果 那他们的栖息敌被破坏 然后他们的这个免疫系统或是身体状况都会受到影响 那他们的行为 譬如说我们这次所讨论是 他的行为也会受到影响 虽然目前地球上还没有出现 如此严重的地面臭氧状况 但这样在实验室里的模拟行为研究 也揭示了如果人类对环境的污染情况 持续恶化下去 最终对地球上的众多物种 都可能造成重大的行为和生理上的影响 进而造成后续对生态系和食物链 一连串的严重破坏性后果